後面有實體巴士光綿耶 這個遊行真的太棒了 這就是電子花車遊行 所以那種恐懼感會讓你更加刺激 大家好阿聯 今天起來一個大清早 天都還沒有完全亮 今天要去一個很多人來東京都一定會去造訪的景點 迪士尼 從東京市區搭車過來蠻快的耶 40分鐘左右就到了迪士尼 然後加入了來迪士尼今天玩的第一個項目 入園排隊 今天可能因為是日本的連假加上天氣太好的關係 迪士尼滿滿都是人潮 超滿 入園的人排了一個超長的U字型 大概有300公尺的隊伍吧 我不知道排多久幫大家測試一下 安檢隊伍的末端到完成入園 大概只需要20分鐘左右 我就算快速的 然後就可以享受迪士尼樂園啦 迪士尼樂園真的是一個有魔力的地方 一進來聽到他那個輕快的音樂聲音 不自覺整個人心情就變得更好了一點點 之前的樂園項目比較多是著重在做空間 怎麼一天刷完 那今天想跟大家分享另外一個角度 就是一個比較Chill的情況下 一天大概可以玩多少東西 巴斯光年星際引救 後面有實體巴斯光年耶 今天是個人團隊 然後將進行攻擊 我們可以和裝作主持 全力的攻擊 成功 快速啦 天啊 太合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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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便宜耶 比我那天在學場吃漢堡還便宜耶 現在外面太熱了 等一下再回來帶你喔 好啊好啊 今天的第二個項目是START TOURS 這個是上海迪士尼沒有的項目 所以我不知道中文翻譯 是星際大戰背景的一個設施 喜歡的話請按讚分享 3D眼鏡 它就是一個小房間 然後這個小房間是在一個可以氣動的機關上面 所以隨著你看3D眼鏡的那個立體畫面 它的那個整空間是跟著震動的 整體的聲光效果跟那個4D震動的那個頻率 非常非常的珍視 超級推薦大家來玩這個項目超級好玩 結好帳的大眼睛 你後來買了那個 這隻蝸牛嗎 是蝸牛吧 死第一期 這個是提拉米蘇冰淇淋三明治 這個提拉米蘇餅皮呢 口感有一點在軟餅乾跟麵包之間 它是不那麼容易碎掉的 然後裡面的這個牛奶冰淇淋就是牛奶冰淇淋 整體吃起來我覺得因為外面的餅皮帶一點鹹 所以味道還蠻中和的 我覺得是一個蠻好吃的甜點 午餐來到美女野獸隔壁家餐廳 它的名字好像是法文 叫做 點了一個肉腸的可頌 吃看看 肉腸好肥喔 是不太鹹的這種肉腸 肉味還蠻多的 可能有點像是 在那種巷口麵包店會買到的那種肉腸可頌麵包 這樣一個750塊日圓 我覺得還OK 因為疫情保護的關係 所以中間隔了一塊隔板 要吃薯條這樣子 你的眼睛看起來很弱智 其實500日圓的吉拿棒是蘋果肉塊口味 我覺得吉拿棒炸的有點過乾 而且都有點粉粉的感覺 這個就沒有很推 第三個設施 美女野獸 這是迪士尼近幾年新蓋的一個園區 所以非常多人 超級多人在排隊 大概排隊時常都會在150到210分鐘之間 今天我們直接買了Fast Pass進來 好像是2000還3000日幣吧 跳過滿滿排隊的人潮 三個小艦 總長的五角風 那麼多人在排隊 他們都會在排隊 好客的都不會有 看來的 除了 美女與野獸超讚的 它就是一個大型的咖啡杯 然後帶你進去整個城堡裡面看美女與野獸的劇情 劇情當然就是很迪士尼老套的 王子與公主相愛遇到壞人 然後最後有個完美美好的結局 全程都是日文的 我一個之後聽不懂 我全程只聽懂了ANADA這三個字 但是也沒關係啦 就是迪士尼的東西 就是你聽音樂 看整個畫面就很有沉浸感了 你也不需要理解日文意思是什麼 跟大家發現我剛剛的新發現 我們三個人平均有兩顆眼睛 哈哈哈哈 你根本就不需要 我要點一跳水 白癡 重點來了重點來了 今天的第四個遊戲 怪獸電力公司 麥克華斯基回老家啦 等一下去找蠻怪打架 好蠢的 怪獸電力公司 這個遊樂設施會有一點像是八十光年星晶營救 男人隨便照各個地方就會有小怪獸跑出來 或是看到阿布爬起來 蠻可愛的 是一個很有趣的項目 今天有兩場花車遊行 第一場是在兩點 然後第二場會一直在晚上六點半 這個遊行呢 有一點就是說工作人員會在遊行前叫所有人先坐下 坐下看視野真的好很多才不會被遮擋到 那缺點的部分呢 就是他在花車跟花車中間的那些 跳舞的人不是那麼的豐富 互動性沒有那麼強 整體氣氛沒有帶那麼high 比較有點像日本那種比較內斂的個性一點點 我覺得很值得來看看 超棒 現在身後這個項目是我們的好朋友一起帶我們來的 他說這是個東京迪士尼非常非常紅的一個帶動跳項目 大家都會跟著舞台上的人一起跳 我很厲害嗎 沒有 跳完一場精彩的帶動跳之後 現在是來到拍照的環節 下午時分太陽斜射 這是拍照最好的時刻 跟城堡合照最好最好的位置 是在城堡前面的花圃圓環的前端 我發現這個位置不多人知道 因為沒有什麼人在這邊拍照 直到我們拍完之後 才有人過來拍對想要拍照 所以偷偷告訴你們 記住這個點了 這個花圃圓柱 坐在上面可以拍出非常好看的照片 給大家看照片 東京迪士尼的城堡比上海迪士尼的城堡 還好拍照一點點 為什麼呢 因為上海迪士尼的城堡 兩旁有他做燈光秀或是煙火的時候 需要用到的燈架 就黑黑出出一根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過 那個東西還蠻影響拍照體驗的 因為他就不是城堡該有的東西 所以拍到照片裡面就有點突兀 就拍暈了 太暈了 現在已經不是能玩這個東西的年紀了 太暈了 黃昏的時候天上已經有月亮出來了 但是另外一邊呢 太陽還沒有完全下去 這個時刻真的超美的 一邊有橘粉橘粉的太陽 另外一邊有月亮 然後所有的設施都點上了燈 晚上點燈的旋轉木馬 超級經典的畫面 看著就很療癒 晚上的迪士尼APP 直接把整個介面變成了天黑的樣子 小細節啊 做得好好啊 下一個項目 Mickey's Feel Heart Magic 這也是一個需要戴上3D眼鏡 觀賞的項目 但排隊的人不多 只要排五分鐘 我覺得非常適合放在黃昏時 所以天氣有點冷的時候 進來吹吹暖氣 然後坐著休息一下 天還亮著的時候走進去看 走出來已經天黑了 這個劇場呢 就是唐老鴨去指揮很多樂器 然後跟很多迪士尼的角色互動 這個我覺得也蠻棒的 就很適合休息一下吹個暖氣 蓋在裡面暖暖的 然後燈一關椅子蠻舒服的 真的差點睡著 但是不能睡著 因為我們還要看夜晚的滑車遊行 它這個夜晚的滑車遊行的 遊行標題寫的Electronic 所以是一個電子滑車遊行嗎 這個遊行真的太棒了 這就是電子滑車遊行 但它不是那種庸俗的亮燈 它的燈珠真的很多細節 還會隨著音樂做不同的變化 真的很推薦大家來看這個東西 下一個遊戲 杯麵 你可以興奮一點嗎 你不要看起來老太隆忠 杯麵 這個杯麵可能是比較新的設施 排隊超多人 那一圈有沒有 通通全部到外面 超常一團都是人 那要怎麼不排隊呢 就是發揮新台幣的力量 我們買了Fast Pass 1500日元 這個項目叫做Space Mountain 跟太空山 這個就只能扎扎實實地排隊了 50分鐘 大概放了10個告示牌 在警告大家 這個設施比較刺激一點點 不適合的不要達成 它是一個非常漆黑的室內空間 然後裡面會像那種星空一樣 很暗很暗 但看到一點點繁星 雲霄飛車就在星空裡面穿梭 高高低低 血波 其實不是非常失重感的雲霄飛車 但是因為你真的什麼都看不到 所以那種恐懼感會讓你更加刺激 現在時間8點35分 所有的人潮逐漸往城堡中心聚龍 因為8點40分要煙火秀啦 煙火秀應該是迪士尼晚間 最精彩的一個節目了吧 一般來說應該會蠻多人的 但是東京迪士尼 我不知道怎麼回事 很空欸 看完之後就知道為什麼不排人了 因為算是一個偏無聊的煙火秀 我真的 我傻眼 感覺像是那種路邊的小孩 在家後院放的那種煙火 我原本期待的是城堡光調 然後後面有爆炸滿山蠻果煙火 但就真的沒有 就是靈心擠出煙火 時間也差不多了 大家都開始往出口移動 要結束這一天夢幻的旅程了 蠻推薦大家來東京 播一天來迪士尼逛一逛 玩一玩的 東京迪士尼很多體驗都非常的細膩 你會感覺到 他在一些細節處理的特別特別的好 雖然說日文聽不懂 有一些遊戲體驗會稍微差一點點 但迪士尼嘛 就是一個不需要語言 也能給你夢幻感的地方 喔對了 為了感謝看到這裡還在的你們 我想把這個頭套 當成是一個迪士尼的小紀念品送出去 當然會輕時過啦 不會是我的原味頭套 抽獎的方式呢 只需要在留言區留言 任何你喜歡的迪士尼角色 如果不知道什麼角色的話 那就 曼克華斯基航嗎 給你們一個答案 好啦 該上床睡覺啦各位 謝謝迪士尼給我們一個這麼美好的夜晚 那我們下支影片再見 掰掰